今天包括吳征跟李正浩又有爆料了 但現在新竹市政府有最新的聲明稿說什麼呢 在不實影社就採取法律行動 好 請教蘇培 那大家就說 告啊 趕快告啊 因為現在包括 爆出來是連環評都有自己人嘛 在不實影社就要提告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這些都是事實 不然為什麼新竹市政府還不提告呢 我覺得很簡單啊 這一件事情 從這個豪車到高宏安住進回建築 然後這回建築是他男朋友租的 只用五萬塊這一件事情 大家舉證立立 包含這個所有的都跟什麼寡婦樓的都跟 包含置辦重劃這些全部都跟你講出來 都跟倡議建設有關 而倡議建設這一些人剛好就都回到 跟這個李中庭簽的這個房子 租的這個房子有關 如果不是事實 新竹市政府就應該要立即提告了啊 還要講什麼不止影社 我告訴你 你不去提告 代表這一些都是事實 所以今天李正浩再一次的 在臉書上面就提出來說 這個啊 很厲害 環評啊 除了環評委員 有自己的人 有兩個委員 一個當主席 一個當委員 都跟倡議有關之外 另外環評必須要通過環評的時候 必須要去寫這個環評影響說明書 而這環評影響說明書啊 李明開發股份有件公司 就是負責開發寡婦樓的這一間公司 所委託的啊 原機工程顧問公司 這麼剛好 這麼剛好 這個人啊 叫做誰 這個公司的負責人啊 叫做張毅壽 這個張毅壽呢 負責的什麼東西呢 負責的綜合評估 氣候 空氣的評估 地形突然的評估 地質的評估 水文的評估 噪音的評估 包含所有的環評的評估 都是這一間公司在進行的 而這一個人這麼剛好 這麼剛好 他所在的這個公司啊 他有投資另外一個 叫做中華天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人是當 張毅壽 是在這一個公司裡面當董事 而監察人剛好就是誰 謝洪年教授 謝洪年教授大家還記得吧 謝洪年教授就是寡婦樓 環評的第四次的主持人啊 他剛好又是這個之前的讀懂啊 創意建設的相關公司的讀懂啊 你有感覺很厲害嗎 全部都是自己人耶 肥水不漏外人田 環評委員自己的 環評的公司 委託的公司也是自己人 全部都坎坎的 都自己人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非常的臭巧啦 我不質疑這一間公司 他所做的環評的專業 但我要問高鴻安 為什麼這麼剛好 這些人剛好都一股肉臟 因為一個漏中的肉臟頭肝起來心 這些人都牽扯在裡面 我覺得這是高鴻安要告訴大家的 再來我要講的是 高鴻安你為什麼還不搬離回建築 今天所有的問題不是因為這些老師 他曾經在這些建設公司裡面擔任過讀懂 不是這個問題 是你身為一個市長 為什麼你的男朋友去跟人家簽了一個合約 去租了一個房子 剛好是豪宅的一間套房 而這個房子的所有全人 又跟昌毅剛好有關係 而昌毅剛好包含 過去寡婦樓被林志堅凍結了八年 不能動 剛好在你上任的時候 你租了房子的時候 全部通通都動起來 我認為高鴻安要告訴大家的是這一件事 我覺得你為難高鴻安了 因為就算搬回去15年的社區大樓 那個也是建設公司 是啊 所以我就要講啊 所以要搬去哪裡呢 要搬去哪裡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高鴻安應該要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 為什麼剛好就是你上任之後 然後這個倡議建設 原本相關企業被凍結的案子 全部都凍起來了 你應該要告訴大家 不管是你之前社戶籍的地方 或者是你現在居住的回建築的地方 都剛好跟這一間公司有關係 高鴻安應該要告訴大家 而不是在用這種恐嚇的方式說 你如果在不時提供證據的 在不時的指控的話 我就要提告 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 柯美蘭要選新竹立委了嘛 但是柯文哲的態度如何呢 好 我們請教蘇培喔 現在說態度好像越來越保守 從8月17號效額不達到 我不知道到交給雄兒會 最近好像沒什麼再說了 對於柯美蘭選舉 對柯文哲來講 其實柯美蘭就是一個工具 隨時就是看我有沒有需要 把柯美蘭拿出來 然後去威脅國民黨 妹妹 我告訴你 對柯文哲來講 每一個人都是工具啊 對他媽媽跟他的老婆 我不是隨時都是這樣嗎 當柯文哲遇到政治風波 有需求的時候 該柯媽媽出來就柯媽媽出來 該陳佩奇出來就陳佩奇出來 現在就是柯美蘭的時候嘛 柯文哲曾經講過啊 唯一能夠等於柯文哲的 就只有柯美蘭嘛 所以這個時候 為什麼柯文哲會轉區保守 對於柯美蘭的參選 就是因為他的民調 因為高隆安事件滴滴滴滴滴 直直落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跟藍營 必須要有一些 在總統的選舉上面 必須要有一些 這個談判 藍白河的時候 所以他不可能打真假的啊 但是華仲礎在原 orange 新竹市因為立委的部分 打真假的 我就是柯美蘭才 一定要先參選囉 那你的藍白河就破局了嘛 所以他必須要保留一個空間 讓藍白河能夠有 繼續談下去的條件 而柯美南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能夠讓藍白河 繼續談下去 繼續能夠讓他在這一局 不管是在總統或者是其他局裡面 換到更多利益的地方 不過高宏安這一件事情 真的是一直往下燒 尤其像今天 他的助理費 馬上就是開庭在審判 第一次的審判 他的三個已經認罪的助理 在法官審判的第一庭的時候 就全部已經認罪 接下來其實是最重要的是王玉文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四個助理裡面只有王玉文 在當時檢察官的 這個辦案的過程當中 他是不認罪的 那找他翻供的話 是 如果王玉文在接下來 今天沒有王玉文 今天只有簡單辦 只有黃衛文 陳煥宇跟陳玉凱 只有這三個是已經認罪的 這個法官來做審判 那下一次的開庭 如果王玉文都翻啊 我跟你說 柯文哲真的是會因為高宏安 疲累了下去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的事件 包含他的助理費 包含他現在還死住在回建築裡面 還對於這所有的關係 就是一股肉髒 他都不願意放這件事情 我覺得如果繼續往下燒 柯文哲的選情會因為他而選上架 但董浩哥 柯美蘭出來救了高宏安 救了柯文哲嗎 我覺得也很拼耶 柯美蘭一定跟救不了高宏安 所以你可以想像嘛 就是柯美蘭出來 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高宏安的事情 是負面影響 其實不只是對柯美蘭 對柯文哲都一樣 到目前為止 高宏安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我都很難想像說 柯文哲可以讓高宏安的故事 繼續演下去 而且你看 今天三個主任都認罪了 之前大家挺高宏安的 包括朱立倫 柯文哲 郭台銘 都翻車了 當然翻車 當然翻車 而且那個時候還講說 像侯友宜講說 是民進黨 用司法打壓一擊 就是高宏安被起訴那天 八月十四號 對 八月十四號起訴的時候 隔天吧 侯友宜講說民進黨打壓一擊 打壓一擊 然後今天有三個主任 這三個主任都是 都是民進黨派去臥底的 陳淮宇是嗎 當然不是啊 陳淮宇是臥底的嗎 小兔也不是啊 陳淮宇認罪 陳淮宇認罪 陳淮宇是民進黨派去臥底的嗎 林跟人 林跟人是民進黨的嗎 又回來了 林跟人也是民進黨派去臥底的 直接講啦 郭董都是民進黨派去臥底的好了 扯到選舉嘛 反正郭董也是臥底的嘛 郭董是立委的 郭董是嬌的 郭董是吃不熟的 郭董是 gak病毒的 郭董是要死的 郭董是要死的 郭董是今生人的